2020年武林峰开展了新的比赛征程 中国八位顶尖武者争夺武林峰史上第六位世界功夫之王 继战术水平之高拼搏之激烈 过程之跌宕堪称开年最经典战役 河南周口搏击人才技技飞升海内外 被誉为中国搏击的半壁江山 这场火星撞地球的对决 双方便也是来自这个胜地 大飞王鹏飞和崔磊大石魏宁辉 两人走上了对抗的华丽队台 一个是拥有达6LF 六树国宁级世界金融带的王者 一个是拥有昆仑爵 六树国宁级世界金融带的名将 他们实力不相伯仲就看灵场发挥 魏宁辉力量大 身高必长锤劣势 必须采取禁体战术压迫向前 去猛突击 王鹏飞更加灵活 希望控制在中眼距离 抓赢击和防守反击 两人在武林峰青山湖战中打过一次 赛前大部分全迷都看好王鹏飞 结果魏宁辉赢了 而且差点把对手打多秒 这次再打王鹏飞 魏宁辉讲得特别直白 王鹏飞技术确实全面 可是力量小 打中击不太可能 这次预Q王鹏飞 不会把结果交给裁判 二番战积累打响 比赛中 王鹏飞出色地执行了战术安排 把接触始终控制在自己擅长的距离 第二局 王鹏飞重拳迎击 打倒魏宁辉 虽然没有读秒扩分 也导致魏宁辉进攻有所忌惮 9分中期列博弈 魏宁辉没能发挥进展优势 而王鹏飞表现出良好心理素质 不急不躁 稳扎稳打 技巧胜为大胜 为获得总冠军打下了坚实技术 王鹏飞一改常态拿下大敌 最终成为了第六位世界功夫王者 一连打下了三位拦路虎 王鹏飞无疑是搏击拳手中 大气晚成的代表 火力全开 横扫重敌夺魏 我们解说席上的美女主持韩燕也是周末 每场比赛都有一些看点 那么这场比赛双方的一些特点 方便你给大家介绍 两个人也是二盘战 在上一场比赛是因为 北宁辉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但是就在之前我跟王鹏飞有聊过 他说那场比赛自己的状态确实不太好 没有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所以他相信自己状态调好的话 是能够赢得比赛胜利的 这是67公斤级的世界功夫之王的争夺 现在已经进入到半决赛的 A组的是刘晓明和贾奥奇 B组的是小虎 田银华 今天这场比赛是争夺最后一个名额了 看谁 这场比赛其实两个队员的年龄是一样 都是28岁 但是这个B战刚才屏幕上打住了 这个王鹏飞是1米8 这个谁 威宁慧只有1米6 对 165 所以这点上可能身高辟长 这方面有一点劣势 大飞会占点便宜 对 其实两个人的技术特点 两个人都是比较擅长用拳 但大飞更全面一些 两个人太说了 对 一个姐都是老相 对 其实两个人拿到的成绩也是非常的优异 威宁慧拿到空轮爵65公斤级世界冠军 大飞王鹏飞是我们50分65公斤世界金腰带获得者 所以这场比赛当然含金量非常高了 对 好这场比赛 王鹏飞确实是 自己有自己想法 然后因为上一场比赛失利了嘛 这场比赛他跟我讲要打得更灵活一些 更积极主动一些 要把对方控制在他的这个地盏的这个进攻范围之外 所以今天看看王鹏飞能不能控制住对方 魏宁慧我们也非常了解他的技术特点 就是重拳 尤其是这种催泪 对 就是肌腹非常的重 KO率也是非常高 所以两位这个拳法建长的这个选手又有着臂展上的差距 就看谁能够把这个距离控制在自己适合的范围内了 对 其实大飞王鹏飞还有一个绝招啊 我觉得是 就是那个三日月醋 是 其实在今年的比赛当中并没有看 没有看 而且还有一个那个就是双飞腿 好一回合结束 两个人打都比较沉稳啊 对 导演还提示我们号称是催泪小胖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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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勾拳非常的重啊 力量是比较的平 我们看看曼宁的回放 摆拳 顶锡 两个人的防守都非常的严谨 两次的我已经会接腿 对 但是都没有形成更好的 进攻和反击 是 继续的进攻 没有先放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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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比赛相比较于前几场比赛呢 似乎感觉到紧张激烈的程度 好像还没有完全进入到那个状态 就冷静了很多 其实两位都是有杀手锏的 刚刚我们介绍了大飞王鹏飞 他是有这个三制月醋 而恐怖小胖魏宁辉呢 他是这个推泪重拳 两个人所击打的这个部位 其实是有点接近的 像他那个王鹏飞的这个醋踢 踢的也是这个肝脏脆弱的 这个组合拳厉害 而小胖魏宁辉也是这个爆肝拳 也是肌腹爆肝 好这个时候王鹏飞看到了一点点希望刚才有一击重拳 但是小胖的这个抗击打能力是非常超强的呀 他恢复能力很强的 对 在这场比赛之前很多专家就认为这场比赛的胜负不太好判断 不像有些可能是觉得谁也可能更占优一些 对 这个失利水平很接近 很接近 好用了一个搓脚 比赛打到现在为止 我觉得王鹏飞做得非常不错 基本上能够控制住对方 底线非常冷 小胖一样做一个 其实这个时候没有距离了 组合拳距离不太好 好 现在给我的感觉 王鹏飞是掌握了这个局面 小胖呢应该再积极主动一些 稍微有点稳 对 这两位还是就是打得比较冷静的 相比前三场比赛的话 是很冷静的去处理这场比赛 比较理性的选手 对 减少失误 是 那么就是威热的优势 只要能够进入下一轮 进入这个 其实这么样想也是对的 也是对的 对 因为你一冒进 像是打得激励一些 有可能就会露出破绽 对 对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体能的消耗 就像刚刚贾奥琪和吉祥的这个比赛的时候 对 就是消耗特别的 和这场比赛完全是有反差了 两种风格 对 好 他挤进去连续的球场 蓄势待发 对 突然袭击 教练都在不断的提示 白拳了白腿 被对方识破了 对方的一个震灯腿 对 阻击到了 还有一点点时间 其实这种都是有利有弊的 是 就像这样的一个节奏的话 就是我很容易去预判到对手出什么动作 是 高潮 预兆很大 对 好 有好 就是刚才那个铁英华那场比赛 比赛当中 我觉得铁英华那个眼露这种 杀气 杀气 但是比赛结束 薛曼他胜了以后 他过来给这个对手来擦这个头上的汗 我觉得很暖心的一幕 是 我觉得就是这样 比赛场上是对手 比完赛了以后 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很好的兄弟 我看就是一护之拳 迅速的站起来 对 其实有命中 大幅度摆拳 是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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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三回合了 是啊 通过今两个回合 两个人的较量 我觉得两个人打得有点保守 嗯 有一种什么心态心理呢 就是就是保赢 就是我想要这场拿下就可以 其实这也是我觉得 可能想太多了 是两个人的风格吧 就大飞一直是这样的风格 他一直就是这种冷静的处理每一场比赛 他打不住那种激情那种碰撞那种火候 是 对 他打不出来那样的场面 可能也跟他们的这个技术风格和性格有关系 但小胖为您会今天像方面说的实际上 他是保守了 因为他属于这个拼打加技术型的 对 今天没有那么敢拼 是 波道挺放松 对 但是这个身高臂展比较长的这个 王门飞 王门飞呢他在距离控制上 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 他今天做得非常不错 做得不错 就要别挨到对方的重拳重击 对 对 连续的进攻 转身 就是小胖后仰多闪非常漂亮 哎 哎 这一局双方没有必要再保存体力 对 就最后的一局 我觉得先贏了这一场再说吧 对 不要想太多 不要有这种保留体力的这种想法 对 又勾拳 连续的重拳也是 是 一半的时间这一局 是 我觉得连续等的时间还是有点 有点多 有点多 是啊 这样的话 再接下来 打下去的话 那这场比赛就 你看 现在还是在等 还是在等 其实这个过程我们裁判 场才也是会看 我们也有这个时间的限制 是啊 如果两个人对峙的时间 特别长而不出动作的话 裁判也会有提示 让进攻 强制 对 哦 挤进去了 哦 这个时候摆拳挂到了围神 拍 你可能会不会就是最后一分钟 教练对他的这种 这个指导 场外指导 要加强最后 对 看孙老师看的都有点着急了 对 就相比较前面 比较火爆的比赛的话 对 稍微沉静了一些 但是两个人我觉得心里都没有底 说我有优势 其实两个人都没有太多的优势 那没有优势的话 你就可能要更积极主动一些 然后把这种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对 不能交给对方 对方反击了摆拳了 因为宁慧现在已经看来是要加强最后的这段 是 三十多秒钟 我觉得他有力量上的优势 而且他的拳也非常的重 所以还是要挤进去 才有机会啊 给对方更多的重击才有机会啊 哦 拳刺拳 小幅度的拳 像孙老师讲的 红方啊 大飞和红飞距离控制的好 小胖他是挤不进去的 你说对 就是被对方控制住了 对 就想去发力 但是又找不到方法 对 就很难受啊 最后一点点时间拼了 好的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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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孙老师期待的最后的时间爆发 也没也没爆发 那到现在我们67公斤级世界功夫之王周八赛四分之一决赛全部结束 最后一场 那看过这四场比赛之后 我们先不管这场比赛的结果了 孙老师感觉怎么样 真的是惊心动魄 是 靠人新鲜 我们经常老说这些词嘛 紧张激烈 精彩奔成等等 确实在这个项目当中 我觉得体现的更淋漓尽致 是吧 每一场比赛 打法都不同 是吧 有的刚才说的是这个这个 泰拳系 有的是什么散打系 有的是自由摩执系 等等 那么这么多打法融会在一起 方上 我们有请大湾区五中文化协会 我们有请大湾区五中文化协会